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son 歡迎來到Tekicardia 都好一段時間沒有做過機箱評測 今天這隻相信對ITX有興趣的朋友 都一定有留意它 就是這隻懂得變形的Fantax Evolve Shift XT 在它未正式推出之前 其實我對它都很有興趣 因為很好奇它究竟是怎樣變形 不過試完之後 我會覺得外觀上的preference 應該是唯一買它的檔機 大家看完這條片就會明白為什麼我這樣說 好像上次Q58我都說過 A4機箱的Layout其實不是什麼新東西 但是現在就有越來越多大廠出一些ITX商 所以機箱廠就要在外觀、硬件包容、砌機的容易度 散熱方面和價錢方面去下功夫 才可以突圍而出 這隻EVOLVE Shift XT也不例外 在外面一看就知道它有Fantax Evolve系列的設計語 整隻機箱的外殼都是一個很厚身、很高質的鋁框 它有金屬黑色和銀色的選擇 在鋁框裡面我自己就看到一些機器磨擦的痕跡 不過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前面這塊鋁板就是用磁石固定去拆下來的 下面是一個無限鏡像的玻璃板 跟Fantax Glacier 1 AIO 水冷的冷頭是一樣的 所以我都配用在這隻機箱上 下半塊前板中間就是一開機鍵 是很Tectile的感覺都很不錯 把前板推上去就找到前面板的Io 有一個Type-C、一個Type-A 開機鍵和DRGB的顏色和模式轉換 不過它就沒有耳機頭 如果你需要的話就可以選擇D&D Q-M8 又或者Dencase A4X2O 這個機關是挺有趣特別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可能厚身的USB裝置 就要小心點它插不進去 還有呢 好像我這樣手有時會乾的話就很難推上去 唯一一個可以推上去的位置就是開機鍵下面 所以如果一個不小心 就一下子按關掉電腦就真的要遷就遷就遷就遷 那這裡我覺得它型就型 但是除了看起來簡潔一點之外 可以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用途 我會寧願長期保持它在這個開了的模式 這隻機箱它就用了內外框的設計 上面就有兩個扣扣實上半個殼 而下半個殼就靠後面一顆thumb screw去鎖實 鬆開推前就可以將內框和外框分離 它的內框是北手降移 外框是鋁造的 那這裡必須要讚一下fantex這個說明書 是做得非常出色的 一來它用一些很漂亮的紙去印 彩色的 還有呢 裡面是圖文並茂的 教你怎樣去拆開 砌機的次序 怎樣將機箱變形 還有一些理線的提示 那等一下就可以看看究竟對理線上有沒有幫助 兩邊都有一塊金屬的隔層網 就這樣滑下去 這個密度跟Meshresures類似 所以我都頗滿意的 在再深入講一下這隻機箱之前 就講一下它怎樣變形 因為Evolve Shift XT最大的特點 就是用家可以按需要轉換不同的高度 它就有三個模式 第一個就是什麼都不做 就是compact mode 機箱上面什麼都裝不到 完全沒有風扇的 只是13.5公升的容量而已 第二個就是Airbus模式 上面可以裝到兩把120mm 或者140mm的風扇 最後一個就是最高的水冷模式 就是這個 可以裝到最多60mm厚的240水冷排 加風扇的 這個時候它的高度已經去到272mm 而且容量都有17.4公升 它變形的方法都沒有我想像中那麼fancy 開箱的時候就會看到有一盒配件 裡面會有兩塊不同高度的膠殼 對應Airboost mode和水冷模式 拆開頂框之後 就可以在後方安裝其中一個膠框 然後上好螺絲 把前方兩顆螺絲裝上去它對應的位置 就可以頂高機箱頂部 留多些空間去安裝風扇或者水冷 再上前面那塊板就可以遮住前面的洞 這個安裝方法其實都簡單容易 只是不是什麼特別的機關 還有只有你用水冷模式的時候 才會完全看到前面板的無限鏡像 對於這個可變形的設計 聽起來都很有趣 但我們認真想一下它有什麼用途 首先你不會用compat mode 因為完全不能安裝任何的風扇 A4機箱沒有入風 其實基本上已經是焗死了 除非你真的用一個超級基本的文書組合 所以你的選擇其實只有Airboost和水冷 這兩個其實我都覺得是有用途 因為它最高可以支援72mm的風冷 所以如果你用到5600X 12400 甚至12600K這些CPU 都有很多很夠力的CPU Cooler的選擇 加上上面有兩把出風其實都很夠用 去到水冷模式 就算它安裝到兩把140M的風扇都好 都安裝不到200冷排 因為它的設計就是那個水冷框 是在水冷下面的 所以如果你裝280冷排的話 它會夾著水管的 只裝到240mm的冷排 可以說是這隻EVOLVE SHIFT 6T 其中一個最大的弱點 因為你可以用到水冷模式的時候 已經是17.4公升了 這個大小已經在直逼18.5公升大的NR200P 它裝到150mm高的風冷 還有280mm的冷排 還要是很容易組裝又便宜 而另一隻再小一點的Q58 它只是14.5公升 但它都安裝到280mm的冷排 雖然說難組裝一些 但也算是安裝到 如果你說240都夠用 現在還有Dencase的A4H2O 11L已經做到 但只安裝到55mm的風冷 所以我覺得模組化有選擇 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好事 但在small form factor的機箱裡面 就有點尷尬 因為除了這個idea很有趣之外 就沒有什麼特別 那你向好處想 就是就算你之後想升級 有需要用到水冷 都不需要換機箱 但如果你用compact或Air Boost Mode 你省到空間 其實都只是垂直的空間 which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你怎樣都要留下垂直空間 做風度散熱的 當然我是有Bias的 因為我用Mesh Research 所以我真的寧願向上發展 都不想佔用桌面的空間更多 機箱其他部分 其實都是標準的A4機箱 但它的細節位是做得相對非常好 例如front panel的線材長度適中 有些貼心的魔術貼位 如果你跟回說明書的指示去走線的話 是意想不到地 就算用Degger Pro這些線 又長又硬 撿出來的效果 反而是我砌過A4機箱裡面 算是最整齊的那些 還有它24P的線是不會頂著RAM 還有因為它的火牛線向上 所以你真的要撿得整齊一些 才不會卡住上面的風扇 所以這裡有好的指示 有好的空間去撿線 是真的加分的 另外它支援SFX和SFXL火牛 就不支援ATX 我都覺得非常合理 因為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就根本連SFXL都不會用 它只有PCIe Gen4的版本 這條現場線都是高質 還有扣位是很實正的 實正到第一次要勁大力才能安裝上去 還有扣給我鎖緊PCIe槽 官方就支援3槽口最長324mm的顯示卡 比Q58320mm更多 2.7槽300mm厚的Strake 3050都輕鬆安裝 而這張MSI的RX6900XC GAMING X TRIO 就是3槽口324mm的 都安裝到沒問題 因為它上面是完全開放 所以都很容易安裝 因為側面完全是Mesh 所以貼著側板都沒問題 甚至可以吸到更加先鋒就更加好 不過一個很重要的要留意的位置就是 它中間是有一個CUT OUT的位置 讓你走顯示卡供電線和AIO的水管 所以如果顯示卡太闊身就會完全遮蓋了位置 令電線頂到水冷排或風扇 這張MSI 6900XC 141mm闊 其實都已經很敏水了 官網就說最多可以147mm 但我自己都不建議裝得這麼貼 好像Strake 3050 133mm 或者這張Sodak 3090 Trinity 120mm闊 就鬆動很多了 還有這個機箱有幾個位置 我覺得都是欠缺了 第一就是它明明夠位置 但它只有一個2.5吋SSD槽 沒有3.5吋我都明白 但Q58是有兩個2.5吋的 還有其中一個還要是擺拆 所以最後我另外一隻SSD就是這樣擺著擺著 第二就是它下面不能安裝薄線去入風 其實都是夠位的 但因為火牛插線是向下 所以就安裝不到 雖然它的腳都有升高 機箱5mm左右 底部也有通風口可以被動入風 但它不能安裝風扇 其實對於整個風度真的有影響 也都令到最小的compact mode 是變得很無意義 第三就是它上面雖然可以安裝到140mm的風扇 但你留意一下它的框 在120mm以外的地方都是封實了 就是說你安裝到140mm其實都沒什麼意思 因為那些風都過不了 最後當然就是安裝不到280的水冷排 是一個大錯 不過其實它的水冷模式的時候 高度是夠安裝一把30mm厚的風扇 例如Fantask的T30都有一些強勁效能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看看Jay的影片 它有安裝到的 如果用到T30的散熱效能應該也有些提升 最後我們看看它的散熱和噪音 我都用了Ryzen 73700X RTX 2060 Super 以及Fantask Glacier One 240 AIO 正是Ida64燒FPU 10分鐘 CPU溫度去到84度 跟之前測過的Q58是一樣的 算是可以接受 但就不是特別好的 只是Fantask燒GPU的時候 GPU最高到83度 比起Q58時高了3度 這個其實都證實了多一把底部風扇入風的效果 加上因為單燒GPU的時候 水冷風扇轉速又不是很快 所以一來GPU的熱風積聚在裡面 沒有主動入風 焗到CPU在沒有負載之下都60度 雙烤之下CPU去到89度 但因為CPU風扇轉快了 所以GPU反而下了2度去到81度 都是那句可以接受的 但以一隻這麼多MASH的機箱 散熱效果比起有玻璃的Q58是差一點的 最後拆了頂板之後 CPU和GPU量了2至3度 還好吧 即是說頂板對於散熱的阻力不算很大 未去到像Q58那樣 一拆了頂板 GPU就有8度的分別 不過我之前都說 Q58是可以拆了頂板 然後自己加快隔層網去用 但這隻Evolve Shift XT 拆了頂蓋其實真的已經用不到 而且很噁心 所以整體來說 以兩隻差不多高度的箱 這隻Shift XT的散熱 雖然是合格但不是突出的 整體來說 拆好這部機後 你看到這隻箱 配上Fantax的水冷 是貫徹很帥氣的 因為內部設計清晰 以及指示都很齊全 所以拆機過程都是順利的 所以相信新手如果跟足說明書 其實真的不難拆 這方面真的要讚一下Fantax 因為這些ITX商對於砌機身手來說 一向都是極難入手 一個Pro tips 如果你砌這些A4機箱 最好在裝主機板之前 就是先插了CPU的8P線 要不然上了機箱後 底框頂住就很難插了 這隻Evolve Shift XT 單靠這個變形的功能 其實我都覺得是新奇有趣的 但是給我的感覺 Q58的玻璃活門 後揭式的Fant Hubs 快拆SSD槽這些特點 我自己覺得更有新鮮感和實用多些 而且這隻的售價 差不多到$1400 在同級來說都算貴的 所以我自己可能比較推薦 例如這隻Q58 SHOPD的Mesh issues 直立式的箱 都可以看回我詳細的評測 甚至可能選擇Dencase的A420 不過我未試過 希望短期之後可以跟大家試一下 而如果說裝水冷去到17.4L 我甚至覺得可以選擇大1公升的NR500P 它只是$700多 依然是沒得輸的 總結都是那句 我覺得選擇這隻Fantax的Evolve Shift XT 唯一的理由其實都真的是它的外觀 雖然可能這一個理由 對於一部分人來說已經很足夠了 不過怎樣也好 以Fantax的ITX商來說 我覺得這一個都是一個好的方向來的 因為之前的Evolve Shift 或者Shift Air 都真的已經過時了 一來那些水冷系裝的底會壞泵 二來那兩隻都是不支援240的水冷牌 所以我覺得Fantax 如果它以這個模式縮小一點 再出一個直立版 應該都有一些市場都挺吸引的 講起直立商 最近我都收到一隻Height的Revolt 3 都很多features 接下來都會跟大家評測一下 如果有興趣 就快點訂閱和按一下小鈴鐺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又或者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就給個Like 還有Share給朋友看 都歡迎留言告訴我 你覺得這隻機箱怎樣 還有看手播那些 當然要記得Like了才走 好啦 當然啦 還要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你還可以追蹤我Facebook Instagram和MiV專頁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